楚兰娜,你要不去还好,你要是想去呢,鉴于你和他们之间这点渊源,我得嘱咐嘱咐你。 从公司建立至今,他们从没和公司合作过。 以前他们也不是没有过麻烦,但无论损失多么惨重,他们也都拒绝公司介入。 不过,他们这些年做事很规矩,确实不会成为名门大牌。 对,所以公司在处理他们的事情上一直很小心,所以你要去,我没有意见。 不过以你个人名义去,跟你同行的人也是…… 赵总,我为公司流过血,我为公司立过功,别这么对我。 这其中的道理肯定就像刚才我说的,但实际操作不会那么无情了。 你要去,我肯定和四川那边打好招呼,照顾你。 不过呢,依然不是以公司的名义介入。 那就行,那就行。 不是公司名义……等等。 不是公司的名义,但实际上还是公司的人。 赵总,四川算哪个大区来着? 西南。 碧莲。 碧莲。 赵总,陆老爷的事您知道不?多少告诉我一点。 唐门,我就以后再说了。 我知道的和你差不多,细节完全不清楚啊。 哎,您的年纪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了,又是圈里大佬,我咋感觉您啥都不知道呢? 张主兰,要不要见识一下我的手段? 啊? 你看桌上这杯水。 我的屁空掌怎么样? 我……完了? 好啊,好。 哎呀,这开杯碎石可不是本事。 这样精微的控制力,那才是绝妙的地方。 你们瞧瞧,才撒出来几滴啊。 我用泥捧啊。 小四,我这两下子劝你谁不知道,我很早从门里退出来了。 年轻的时候在劝你,我就是个小爬虫嘛。 你只望我了解那些大佬的事儿呢? 那您是怎么当上管理艺人的公司老大的? 走的是另一条路,更适合我的。 我手段低,但是我觉悟高啊。 哎呀呀,精辟啊,不愧是领导,就是精辟。 陆锦的事儿您不知道,那这个呢? 哦? 张楚兰不纠结陆锦,从衣服内袋中摸索一物出来后,趴地拍在了桌子上。 是马先红给的纸环。 过了几天,三人再去公司取回此物。 哦,今天刚拿过来,给人看过来。 是个罚气,怎么用? 中间一排小时呢,可以存储信息。 两边的似乎可以记录通信的对象。 但是只有这么一个可没法用啊。 在一个人走回住处的路上,张楚兰下意识陷入沉思。 繁杂的思绪在临近小别墅的时候戛然而止。 或者说是,在看到张凌玉贴了满脸胶布的坐在门口时,张楚兰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。 师叔,脸什么情况啊? 决定了吗? 唐门? 还在犹豫。 如果去的话,我会跟你一起,放心。 这个先不提,你怎么回事? 试着挑战了一下宝姑娘。 这怎么好像专朝脸上打的呀? 其实第一次见她,就给我深刻的印象了。 这阵子相处下来,怎么说呢? 怎么着,对人家小姑娘感兴趣了? 小姑娘嘛,我怎么感觉更像是个老修行,很奇妙,和在师傅身边的感觉一样,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好。 犹豫,彷徨,困惑,兴奋,沮丧,一切一切可以起伏的情绪和气氛都感觉不到,能看到的只是安定平和的行动。 就连向我挥拳的一刻依然如此,仿佛事情本该如此发生。 一切过后,所剩下的只有宁静,她到底是什么人? 想知道,自己去问。 我问了,她说她没有事成,身世也记不起来了。 陶根问你呀,问问她,还都记得什么? 用你的话说,小姑娘嘛,我死气白咧的,追问不好。 小姑娘?我这个不摇臂连都没放在心上。 张灵狱,才发现,原来你这个灵狱真人眼里女人是个很重要的事儿啊。 张子文,你 嘿嘿嘿嘿 怎么生气了?干嘛那么凶瞪着我? 还是你也想跟我过两招吗? 吃书 你太过满了 我不能 confuse